欢迎您继续回到环宇全世界 在2024还有哪些世界的大趋势 接下来我们来看的 相信大家一定都在期待当中的 就是以巴跟俄乌的两个大乱局 还没结束 这两场战争到今年2月份 你看俄乌战争要满两周年了 现在在加萨这边也还没结束 从2023走到2024 包括以巴冲突 就是加萨地区这边的冲突 现在演变成的是红海的危机 而且以色列警告说 以哈冲突不会停止 将会持续一整年 这个很多人听了都觉得非常担心 因为其实担心的 除了是地缘冲突以外 全球经济怎么办 闹到升高已经影响到航运 影响到甚至可能全球经济的红海危机 大使觉得今年有可能收尾吗 几乎不可能 我想红海危机正如其名 红海会继续红下去 不可能变成蓝海 那么我想各位都很清楚 这些年来大概从伊朗的角色 它扮演很大的角色 我觉得这个红海危机不能处 然后中间有一个搅局者 除了哈马斯跟以色列之外 或者巴斯坦之外 其实伊朗一直扮演一个幕后营武者的角色 那么中间我觉得各位可以了解一下 从这个地中海到波斯湾 只要任何的中东冲突 任何性质的大小规模的中东冲突 伊朗几乎无意不意 大使我请教你 伊朗我们讲说它发动是所谓的代理人战争 你觉得伊朗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它的目的其实就在可以说刷存在感 我想这样 这个分析来讲 简单分析就是伊朗它算是个回教国家 和它内部主要是所谓什叶派占大多数 那么其他阿拉伯国家都是顺尼派占大多数 很简单来讲 那么在回教这两大派系里面 什叶派算是比较强硬一点 自从当年1979年 伊朗危机 把美国大使馆人质之后 和美丽开始 伊朗的民族主义的情绪一直高涨 那么现在简单来讲 伊朗它为了实现它地区的霸权 它中东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它集中在以色列或沙奥地 伊朗为了要出现它的地区的霸权 或者是维护一个神权政治人 它在三个层面 一直抱持一种 目前是非常非常积极的参与的一个地方 第一个是军事 跟伊朗刚刚主持人说讲 它是代理人战争 它在建立代理部队在各国家 叙利亚 提供武器 对 提供武器或提供部队 最近可能拜登这样 又要攻打叙利亚 叙利亚跟叶门之变 所以伊朗还说代理人 它本身并不从本土来出发 来攻击 在别的国家派出它的一些民兵部队 或者自己代理部队 这些武器等等 这是一个 这是伊朗的军事的做法 第二个 它在外交方面 它采取的 因为被美国从2018年开始 制裁 制裁之后 为了要维持它的能见度 所以它开始转向跟两个国家 一直保持密歇关系 一个俄罗斯 一个就中国大陆 所以美国觉得这也是它付出的代价 那会不会也是一个 累积它跟美国 未来进一步谈判的筹码 对 所以中国也乐于跟伊朗接触 所以伊朗跟那个 跟威罗斯 跟中国 是两个所谓新世纪的轴心国 那么说轴心国对美国对抗 美国现在也没办法 这是它外交层面 第三个就是经济层面的 它美国 在美国的制裁下 它为了要实施 除了外交之外 派加入一些上核组织 也是俄罗斯跟中国率力 所以前不久 去年伊朗就建议接受 中国的安排 跟沙特尔布重新挥方交 这都是很多外交 跟进外一个举措 这个组合权 会让美国不能忽视它的存在 全球真的是很希望 至少短期 红海危机能够先解除 因为这对于全球的 特别是已经影响到航运 那接下来 你不知道它的后续性影响是如何 不然的话 一打下去 万一打到现在将近两年的 像是俄乌战争怎么办 俄乌战争呢 从2022年开打到 今年的二月底 就要满两周年了 西方国家对于这个乌克兰的援助 当然目前台面上看 是越来越有限 但是你看到 也听到说 也没说要放弃 因为北约也警告说 如果大家都不支持乌克兰的话 恐怕欧洲将来会面对的是 更危险的俄罗斯 所以这场看似不得不支持下去的战争 今年会如何去发展呢 安老师 第一个 按照普丁的说法 就是说如果NATO停了支持的话 大概一周就结束了 它有前提的 基本上乌克兰大概一年的 military spending是50个billion 俄罗斯是它的三倍 所以它中间的gap 就是靠所谓的military aid 都是靠补贴 战争当然非常可怕 就是说乌克兰已经有3万平民 1万死掉2万伤 然后两边的军队都大概40万左右 所以都损失差不多在这个部分 那再来就是说 如果继续下去的话 当然第一个有害是欧洲 欧洲就进入recession 今年最肯定的recession就是欧洲 再来就是俄罗斯稍早有讲过 俄罗斯经济是有利的 它今年因为是这个战争 把economy事实上是boost 它是要上市往上走 当然就是说 这个最后的最significant的 事实上是一个比较 可怕的一个内涵 Russia之前把车臣 Georgia也是不一样的概念 可是这一次 变成是一个土地的改变 那这个应该是一个 最significant的一个改变 而且越来越觉得 这一两年 感觉上国际的一个 新的秩序正在形成 但是它会发展成 如何的一个样态 可能现在全球都在关注 刚才提到的 包括像俄乌战争 包括像中东的加萨地区 其实就并列为 四大火药库之一之二 那但是呢 接下来的趋势就看到 现在不只是这个 俄乌跟中东 也提到了东亚的火药库 恐怕也要炸开 提到是哪两个地方呢 包括像台海 包括像朝鲜半岛 所以想先请四位来宾 也用手写版写下 您们的预测 朝鲜半岛还是台海两岸 哪一边比较紧张 用简答去请台 或者是韩 来我们看看四位 吴越老师是写韩半岛 邱老师也是韩半岛 王老师也是韩半岛 只有大使是都很紧张 对 但性质不一样 性质不一样 我等一下请教您 我先请教一下吴越老师 为什么认为韩半岛 因为其实台海的问题 我们看几个 第一个 我就讲说从大陆角度 从这一次台湾的选举结果 虽然北京不是感到完全满意 但是从国台办主任2月2号宋涛 他在新春谈话会当中谈了几个 第一个台湾选举的结果 对 显示出台湾的政局 已经起了一个积极的变化 民进党不再是台湾一党独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第二个 其实在选前 我们看到大陆方面的刘建超 就已经是访美 我们看到到选后 大陆方面的王毅 跟美国的国安顾问 苏立文 对 他在曼谷举行了12小时的会谈 这个会谈当中 其实他用几个坦诚深入 最重要是后面一句 叫富有成果 什么叫富有成果 一定是针对两个问题 第一个 针对台海问题 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看法 第二个 针对有关美中的最高领导人 马上可能即将要进行的视讯会谈 也有一次性的看法 可是你去看看朝鲜半岛 完全是不一样的 去年12月30号 在八届九中全会对金正恩在党内公开谈到 对两韩的关系 南北关系 不再是一个同一个国家的关系 不再是一个同组的关系 它是一个敌对关系跟敌国关系 那马上今年的1月15号 在政府部门的最高人民会议 那金正恩更是明确的谈到的 对 他把有关于和平统一委员会 全部取消掉 把两韩的关系 把韩国当成是永远的敌国 最大的敌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已经放弃 很清楚的 台海的问题 美中之间是有管道对话的 可是南北韩的问题是没有规划的 第二个 那大陆方面的agenda 2021 2027 2032 2035 2049 做什么清清楚楚 没有人知道金正恩西你在想什么 从这个角度 当然南北韩的问题 一定比台海问题来得更加严峻 吴伟老师您刚提到一个重点 美方这次Solomon对外表示说 富有成果 其实这是非常少见的 但是这个富有成果 大家也在拿捏一下 就是说在猜测说到底谈了什么 不他说到处是地雷 不方便说 所以您怎么判读美方 接下来是拿捏以台湾作为筹码 来跟中国大陆的谈判策略 我想你看台湾大选的结果 第一个时间点 那面对台湾1月13号这种选举结果 其实美国一定是心知肚明 那拜登也一定是有所准备 也知道他一定会被问到 可是当很多人外界很少看到 当拜登在台湾选举结果出来之后 他从白宫要到大卫营度假当中 记者问他这个问题 他所回答的不是表示祝贺跟恭喜 他只回答一句话 我不支持台独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 那美中之间我相信 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是存在很大的分歧 对台海的和平是存有不同看法 但是如果台海和平当中 台湾独立会是一个最明显 最紧 最直接 乃至于所谓的最严峻的议题 我相信这个问题 美中在这个问题上 他是有共同看法的 OK 圈老师我请教你 因为最近看到一个 特别讲到说地缘的风险这个问题 讲到台湾的部分 就是台海 美国对冲基金的一位经理人 Griffin 他就警告说台湾周边关系破裂 他认为可能会引发经济大萧条 而且他指出如果台湾的半导体 就是这个供应方面 美国如果失去了台湾半导体的供应 GDP 美国GDP会大降8%到10% OK 所以甚至他又提出包括像Tesla 还有包括Ford 波音 这些都会深受影响 你怎么看这个看法 我不晓得他是不是用模型算出来的 就是说这个数据 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报告还蛮多的 就是说台湾在这个 是凸显台湾的重要 台湾的重要 所以说这个其实 他其实是为什么美国要台积电 到阿里套拿去投资 我们记得就是说张忠谋他讲过 全球化已死 为什么他会说全球化已死 全球化就是生产分工 台积电到美国的阿里套拿去投资 就不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 最是资源配置 因为等于说你到一个 投入要素价格非常昂贵 以后会让这个半导体产品的 这个成本拉高 电高 然后让这个售价上扬的一个地方去投资 但是为什么没有办法 因为美国他们很相信 这样子的一个论述 那这样论述我不是说它不对 它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信赖 因为这个等于说台积电 在高阶制程方面 的确是领先主要的这些先进国家 大概也很难以取代 但是问题是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其实就是违反了当初 也是国外提出的所谓戏顿的概念 OK 2024年其实在产业这边也看到 全球在半导体市场这边的收入 当然有望大幅增长将近17% 但其中很重要一点是AI 我们稍后回来谈 两岸关系 中美博弈 全球财经 军事战略 客观 多元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选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宇全世界全球极箭版 每周六晚间9点准时开讲